走高速跑长途时代六条铁路 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司机 都建议你往下看 尤其是到了这个年底了 大家都要上高速跑长途 各种的雨雪天气啊 大雾大雨天气都随处可见 看到没有 今天的话就是一个下雪天气 那么在这样的天气的话 那么这条视频在关键时刻 可能就会保你一命 首先第一点遇到这种雨雪天气 关键就是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车距 什么是一个安全的车距呢 很多的骑士朋友他都搞不明白 如果说你正常车距是保持100米 那么在这种雪天的话 就保持200米以上 才是一个安全的车距 但是很多的朋友他都说 怎么去看这个安全车距 怎么去判定呢 来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看道路中间的这个六九线 中间的十线是六米 空格是九米 如果说你保持100米以上的车距的话 我们就数了个十线 大概也就是七根到八根 也就是100多米了 那么此时的话 我们与前车就是一个安全的一个车距了 如果说这种雨雾天气 浓尽都比较低的情况下 还要开启雾灯 而不是双场灯 因为雾灯的穿透力飞更强 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 有效的提醒到后方的车辆 第二点非常的关键 大家看一下 我们道路旁边就是有这种雪糕桶 假如说你的运气不好 车头前方突然之间穿出这种雪糕桶的话 那么此时千万不要花 也不要踩急刹车 你一旦踩急刹车 后方的车辆反应不及时 稍不注意是容易摧毁的 而正确的一个做法 也就是我们持续观察 又后视镜 慢慢的行驶到应急车道 雪糕桶自然也就掉了 第三点在超车变道时 一定要提前打我们的转向灯 记住了是提前 而不是你正在变道的时候才打转向灯 看好我们的左后视镜 后方没有车就及时变道过来 在超车的时候 一定要看看前方的车辆 它的前轮有没有变道的一个取向 插完车之后要想变飞原来的车道 要及时观察我们的右后视镜 当我们看到后方车辆的完整车头以后 再变飞原来的车道 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做法 第四点 在我们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使用灯油 因为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按喇叭的话 对方的车辆是根本听不见的 你比如说我们晚上开车的时候 要超车的时候 就要双闪大灯来提醒旁边的车辆 这样的话旁边的车辆才有得到一个明确的信号 它就会留给我们一个足够的超车时间和空间 第五一点 在这样的雨雪天气开车 前挡模拟是特别容易起雾的 快速储物的方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打开空调 打开前挡玻璃储物按键 再打开外循环 至于你是用冷风还是热风 都可以 只要把你的风量调到最大 这样的话前挡玻璃的雾气很快就会消散 第六一点 那就非常的关键了 尤其是在这样的雨雪天气开车时 千万不要超受行驶 因为十次是故 九次是因为快 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不超受行驶 不疲劳驾驶 更不要开斗气车 平安到家才是关键